想减少肠胃的负担 不仅饮食要均衡 三餐定时定量 多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也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道私房料理 就是好消化零负担的好选择 这道健脾药膳 除了可以促进消化以外 无论大人小孩都可以帮你 增加眼睛的保护 减缓势力的退化 里面的药材做法很简单 我们把猪肉的小排骨 请你先把它烫去血水 之后跟所有的其他的药材 白扁豆 石壶跟太子参 一起放到锅里面去 加2000细细的水 就加点我们的姜 先大火猪肉之后转小火 然后去煮30分钟到40分钟 等快熟了之后 我们再把枸杞放进去 盐 米酒调味 这样就是一个可以香喷喷 又可以明目又可以保护肠胃的一道 健脾排骨汤 中医将食物分成温热含凉四种属性 如果不温热也不含凉就属平性 平性的食物包括 芋头 香菇以及猪肉等等 都是健胃开皮的好食材 推荐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